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金 那上个礼拜啊 我们就是邀请到华纳会 来跟我们聊聊就是有关于门神的装饰 对不对 对 认识门神 对 然后你有提到那个mix风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啊 我们就是要就是聊 就是北部一位很厉害的财卫老师 叫许连成老师 好 那其实会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也觉得非常神奇 因为其实就是在两年前吧 这神奇的故事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就是两年前我去台北出差的时候啊 然后那时候我在大稻城 我就去拜访了大稻城的慈圣宫 那因为其实如果讲到大稻城 大家最熟悉的其实应该是霞海城隍庙 对 那其实除了霞海城隍庙之外 其实他还有就是慈圣宫 那慈圣宫里面主事的神是妈祖 那小丹尔我就是一样又进去 就是欣赏里面的就是工艺品啊 那他其实里面的简年啊 不论是简年然后或者是那个良方彩绘 然后甚至他里面有一组就是很厉害的亨哈二将 就是同志的亨哈二将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非常的漂亮 那那时候其实我有特别注意到 他的那个门神的画风 那时候他因为我我们是 我主要就是在生长在南部 然后主要开欣赏的就是南部的门神 可是那时候我看到那是慈圣宫的门神 所以我觉得他画风很特别 就是跟南部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内心其实就有默默的说 我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认识这一位门神画师 结果就在两年后的今天 我就遇到了第一位研究北部门神的研究者 然后他研究的门神的门神老师 就是许连成老师 所以呢我现在要用非常隆重的心情 来欢迎华纳慧来告诉我们 就是有关于许连成老师 许连成老师的那个故事 嗨大家好 我是华纳慧 对 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好好好 我是大学的时候念历史系 那研究所的时候就是念传统艺术系 锁 对那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我开始对一些 因为我本来就是对绘画很有兴趣 只是我就是走一般文科生的路线 对那就是自己 而且那念研究所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 2000初期 大概2002 我刚念的时候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 嗯为什么 因为我是北部长大的孩子 对对 那那时候我就耳闻了南部 中南部的很多很厉害的彩绘师啊 也有到南部来看这样子 对 潘家就非常厉害啊 中部就是郭家很厉害 郭欣雲他们就很厉害 那我就想说 诶奇怪为什么北部 没有 北部没有彩绘吗 我不相信 诶我们先跟你小朋友讲一下 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晓得说 那时候的历史脉络 是 听好像讲讲我们年纪很大 没有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才刚出生 我们都是听长辈们说的 对 因为其实像 因为其实 潘家门神是1996年那个时候 就是才能 当然是文化局 那时候 就是把那个潘丽水老师 所有的作品整理出来 然后本来要帮潘老师做展的时候 1996年那一年 潘丽水老师就过世 那过世之后 其实才整个就是 整个就是文化圈 就是哇原来门神这么厉害 然后才整个 一鸣惊人 整个就是一鸣惊人 这样子 哦原来就是台湾的传统彩绘 这么的有美感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好像也是 萧琼慧老师跟徐明福老师 就是成大的历史系的 历史系的老师们 就是做了这一系列的研究 然后慢慢的就是潘家 然后中部国家这样子 对还有很多厉害的 然后还有很多厉害的这样子 对啊厉害的才会施满 都一一的 都一一的被报导出来 对因为我那时候年纪很小 所以我不晓得这些事情 哈哈哈 因为你要杂这个梗 好那 那时候就是 华纳慧就觉得说 诶奇怪为什么北部没有 因为那时候你在念研究所 对 就是其实 呃 当然不会说北部没有啊 对对 北部一定有 对然后我们就在一些资料啊 或者是有听到一些前辈们提到 就是有许连成画师这一号人物 嗯嗯嗯嗯对 那我后来有听说他有一个 称号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就叫做北部一支笔 嗯哦 真的哦 北部一支笔 听起来很很威对不对 对听起来很威 好威哦 就好像神来一笔 咻就是我 所以他这他真的很有代表性 是 对 那他的画风也跟南部 或者是中部这种纤细的画 南部华丽 纤细 中部纤细的画风不一样 嗯嗯嗯 对那他是走很古朴的路线 然后他 呃 看起来好像比较平面 可是你会觉得你越看他的东西越有趣味 越有味道 嗯嗯嗯 我觉得他是有自己很独特的特色的 所以他的 他的画 嗯嗯 他其实他会做的事情很多 等一下可以聊 那他也会画整桌庙都会画这样子 嗯嗯 那他的门绳就是 你看过就不会忘记 因为他就是很有 很有一种古 古早味 就是很平面 然后很 对就是很古早味 就是古早味 那 他他就是 但是你又看他的那些细节 他你也觉得 他在全盛 正时期就是他最壮年的时候 嗯 他他其实壮年可以持续到76岁嘛 像你持绳公康 他就也是 他就写说 明文76年 他写76岁画史 哦是哦 不是76年 他那时候还可以画成那样子 哦 对 他还可以画得很好 那 我我认识他的时候 其实是他那时候已经虚岁85岁了 嗯嗯 那就是差不多在2002年的时候嘛 嗯哼 我那时候 还 就是像刚刚说的 我认识了 得顾一支笔这个老师 对 然后 我就是 去访问他的时候啊 就是 我其实为什么会开始先访问他 是因为我想说 哎他住三重耶 嗯 他我也住 我那时候也住三重啊 对 那我们三重人就要挺三重人 哈哈哈哈 然后再来就是 嗯 他跨了很多的庙 我至少去田野调查 就是看了不少间的 我想说哇 那如果再继续 继续找下去一定不得了 对 然后我就开始有这个想法 嗯哼 那我就去访谈他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是一个 一个天气很好的午后 他还有一点点金红色的阳光这样子 然后他就在他 他其实那时候树三重 他有一个慈云寺 嗯 他这就是 他本身是大道成人 那我等一下再跟各位介绍他的历史 那我那时候就是在他的庙里 他是一个三层楼的庙啦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还在画慈云寺 他已经画好了 已经画好了 对他们家的庙 他们自己的佛寺这样 就是他们自己家的 对对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等我 超酷 对啊 然后 画自己家的庙 对啊 他就自己都自己来这样子 嗯 嗯 那他们后来搬到大园了啦 嗯 好 那那个 我就记得那个下午跟他访谈的时候 他精神还非常的好 嗯哼 对 那就是他 就是一个头脑还很清楚 然后头脑很好的讲师傅 对对对 然后 嗯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我全程都要讲台语 哼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把台语练好 不过还好我有达成任务 是是是 就是用一个很 还好烂的台语 对就是 没关系老师听得懂国语 哈哈 对啊 然后他就是 有时候听 就是反正他也会 听不懂 他也会帮我理解我的话这样子 哈哈哈哈 人真好对 对 然后 很有善 对 我就是把他的生平啊 还有他大概做过什么啊 他 他小时候在哪里长大啊 年轻年时期大概怎么样啊 嗯哼 然后 都问过了这样子 所以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 哦 就是很很特别的 的一个一段访谈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没多久 嗯哼 他就走了 哦 Gosh 然后对啊 嗯 那时候我记得我 那时候已经有手机了嘛 嗯嗯 我那时候是坐捷运 要从台北车站 就坐到淡水 因为我学校在淡水这样 然后我就是接到电话 应该是他的儿子打给我的啦 嗯嗯 然后我就 一接到电话我就 眼泪听不住一直哭这样 好像自己的阿公走了一样 对 那种感觉是很冲击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本来还在 想说我要不要做这个题目 嗯 我当下就觉得我 一定要做 本来要放弃 没有没有不是放弃 是还在 因为有时候你是硕一嘛 你还在想 你之后 是不是要 对 因为通常硕士一年级的时候 都还傻傻的 不知道做什么 对 然后你就觉得 啊 那还好我有去访谈他 我觉得特殊一就在这里 对 我就觉得是 真的 很珍惜的心情吧 对 对 那他给我这个机会 这样子 对 而且就突然觉得 好像有一个使命 一定要 而且你没有想到20年之后 你要继续讲他 对 好可爱 然后他跟你一起聊他 对 你就说你想认识他 然后我们就是 也许吧 就很 明明之中 好像就是有一个线 就是 可能我那时候 去看到他的门绳的时候 然后我去拍 我很少会去 就是 尤其他刚好有落款 因为有些画色 他可能就是 落款的部分会被涂掉 可是他又有落款 然后我就去 把他的落款的那个 拍得非常清楚 对 就是觉得要去认识他 我觉得他 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 他就说我几岁 我还在画 对 76岁的时候的创 所以我觉得很 很佩服 这样的画师 对啊 因为他一直 他是一个 很努力的人 我觉得其实要成为画师 都要 莫非他也是摩羯座吗 他好像是双子座一块 双子座 对 双子座都很爱画画 潘老师也是双子座 真的吗 真的 潘月熊老师也是双子座 哇 对我们现在 在讲画师的星座 很棒 来做一个调查 对对对 可能是星座大调查 好那你刚刚有说 你访问他小时候 嗯 的童年 还有就是 他长大化 创作的这个脉络 那我们来聊聊 为什么他 他的创作脉络 这么的重要 嗯 其实他是一个 家 就是从 也是一个家 家族传承的 对 一个才会 才会家族 培养出来的 对 那他其实他到现在 他们家 就是都还在画 大概有六代 就是 徐老师 莲晨老师是第三代 他算一二三四 第四代 他是第四代 对那他第六代 就是他的孙子 是 就是徐锦彤 徐锦峰 这两位 就是画 画师 还继续画这样子 是 对对对 那他的第一代 是叫做 许文达 嗯 的画师 嗯 那他是从 泉州同安来的 嗯 那他那时候 就已经会画 画那个 应该算是 已经会画建筑的东西了 哦 所以他跟 郭新玲老师 他们是 同一个 就是落地生 跟在地画师的 一个脉络 就是他们本身 就是画师 然后回来 然后来台湾之后 就是留在台湾 变成本土画师 对对对 因为萧雄瑞老师的书里面 有提到 本土画师的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 他本身就是画师 然后来到台湾之后 觉得台湾很不错 就留在台湾居住 是 这是一种 然后第二种是 他的血脉本身 就是台湾 嗯 台湾的画师 然后就在地 然后他不管 就是学了这些产会之后 然后变成自己的脉络 然后 然后就是 也是本土画师的一种 对 好 那许文达 就是他们的第一代 来台第一代 他就是 来台湾之后 他就落脚在 现在的松山区 下塔优 这是平谷族的 的说 的那个词 利明 那 现在是松山机场 哦 那边有他们的许家古厝 以前下塔有很多姓许的 哦 对 但是都 资料都还会 还可以找得到的 对 那后来他们就是 差不多在 他们的第二代之后呢 就是 开始 搬迁到大道城那里去 对 那像那个 许严成的爸爸 跟他的叔叔 嗯 许又跟许春啊 就是 他们就是在那边 像他叔叔就是许春 就是在大道城开茶行 大家知道大道城以前 很多茶 对 很多贸易商 在那边 对对对 他们也是其中一个 卖茶的 其实我觉得许家 是很会做生意的人 是 对 他们 所以有可能他们在那个时候 也是类似红顶商人之类 等级的 嗯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 就是跟官方的关系啦 但是他们就是 我觉得比较像是 有 他们是很客气啊 说有什么 可以赚钱 他们就做 嗯 对 所以在那个 像他的爸爸许章 他的爷爷许章瑞那一代 可能就是会 就是画国画啊 神明才画啊 嗯 挂轴 他就没有做建筑 然后到许又许春也是 他们就是比较走 子本的路线 嗯 就是跨在家里的那一种 就是 就是比较 不是庙宇的 嗯 对 那为什么他会 做庙宇 为什么 因为他 发现 想要突破 发现 发现 发现这个很有商机 有money money 这样子 对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 头脑很灵活的人 嗯 他是一个 如果以现在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斜杠青年 呵呵呵 因为他那时候 比如说他的爸爸跟祖父 就是做茶行嘛 嗯 那他那时候 比如说他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去帮忙 他们家可能茶香自己 人家说茶香 通常就是印那个货号之类的 茶香就是箱子 对对 装茶叶的箱子 他们是家族自己说啦 说他们会在上面画彩绘 这比较特别啊 对 你要有一个有画的 还是没画的 哦 可是这种 资料比较没有 但我之前有找一张照片 有看到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聪明 会用自己的专场赚钱 对 然后你画了彩绘 是不是觉得美多了 你会跟他买这样子 对 对对对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 也有在画茶香 嗯哼 然后呢 他的父亲画什么挂肘啊 神明才话他当然也跟着学 嗯 但是他就是觉得 诶好像还不太够 嗯 他就是有在跟人家的一些 就是建筑工程 应该说他就说什么机会就去啦 对 嗯 对然后 他们以前也不会打合约啊 反正就是人家喊着他就去啦 嗯哼 这样子 然后 他就是一开始也是拖修工 在北部的说法脱小工 嗯 就是 呃 那个呃 就是跟着人家做 嗯 就是像人家说的 砍塞亚 砍塞亚 对对对对对 那他好 但是有一个说法说他是红宝针的徒弟 嗯 但是就我访谈红宝针的徒弟 他们说其实不是 不是正式的徒弟 他只是可能在底下帮忙 嗯 然后帮忙就跟着学 嗯哼 那也有跟吴吴忠做过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 嗯哼 有名的师父都做过 北部的师父他其实应该都接触过 红宝针师父是很有名的 很有名也好 是 就是 清朝到日治之间 嗯 的一个彩绘师父 嗯 对对对 那 我觉得他 他因为他就是都去接触啦 对 所以他就是可以杂柔各家的优点这样子 嗯 所以他 嗯 嗯我们之前就是有在讨论 因为后来我们就是也认识了一些 研究许恩诚的同好 嗯 嗯 后来我有跟他们讨论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都觉得许 我个人是觉得许恩诚老師是 他是可以 学习恩家的东西的人 嗯 他也可以 他也不会 就是不会去觉得说 啊我就是 在一个type里面这样子 他可能也会拿人家画稿来看啊 来可以 临摹啊这样子 所以他 他是一个可以杂柔各家 长处的人啊 嗯 那但是他画他画的话就是 你还是可以认识他的东西 嗯 对对对 那 就是 他也蛮在北部的话 而且他也是被肯定的啦 就是嗯 就是很多 当然是被肯定不然他怎么作品那么多 是啊 就是很多人觉得他画得不错 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在地性的一种 嗯 对于美感的认同 那当然南部又 那个哦 品位又更高了这样子 嗯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就每个地方他对于那个门绳的 门绳彩绘的那个审美的方式 跟审美的习惯 其实真的差也很大 嗯 就是我之前有访问到一位就是 修复老师 然后因为他们修复老师很厉害 就是他们常到金门麻祖 或者是去澎湖 那边进行修复 然后他跟我分享是说 其实 领岛的门绳又不一样 对又是不一样的一种风格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 虽然一样都是门绳 但其实他就是 每一个城市他的脉络都 都 我觉得可以present他们当时候的文化啦 嗯嗯嗯嗯对对对 或是对美感的 看法或追求这样子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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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觉得他有几个特色啦 就是第一个他速度很快 嗯嗯 他可以就是在短 人家的就是拜托 他可以短时间他可以做完 案子这样子 在他全身时期他的作品就可以累积很多 嗯 然后再来就是 他虽然说嗯他的开面什么的没有那么的美或精致的对 可是他 我觉得他画 那个细节很厉害 尤其是他画 其实我虽然我是研究门绳啦 但他画两房的那个 堵头他还蛮 他们家是蛮厉害的 哦对 堵头 嗯嗯嗯嗯嗯 我觉得北部的堵头都还蛮 蛮强的 嗯 那但是他就是 当然说快啦 所以他的 有时候你会看他的 他的笔触 不是连续的 有时候会有点断掉 你所谓的笔触指的就是 就是他们画门绳旁边的那个线条 对对对对对 默线 默线 他不会追求完美 撒脱 对撒脱 快笔 快笔 撒脱快笔写印这样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的东西 那时候我看他的门绳 为什么会觉得很 很特殊 是因为他的门绳就是 对你讲对了 就是撒脱 就是你会觉得说 啊你这好像是黑白做的 可是后来觉得不是 因为他在 很撒脱的这些线条里面 又有一些很细致的 彩绘元素在里面 对没错 对我觉得这是他最厉害的一点 嘿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 各 各占 所长啦 对 而且他的门绳 你这样讲我突然觉得他的门绳 对他的门绳有一点就是 早期卷轴的那种画风的 的感觉 嗯对他 他以 呃 因为卷轴的门绳不是 纸本的感觉 对对对 延续过来 对对对 很纸本 传统传统的那种神明画啊 对 那些 就是很传统的那种 纸本门绳啊 或是神明的那个那个神龛的画 对 那些的 就眼睛都很大 可是他感觉就平面没有那个阴影 嗯嗯嗯 可是像南部的门绳 他就会有阴影的概念 然后很强调比例什么的 但是在他的门绳里面 我觉得他的门绳就是 就是很像画在纸上面 嗯嗯嗯嗯 对那当然就是他就是用 用细部的装饰去加强他的 嗯嗯 一些 整体整体的美感这样子 对 所以他 全盛时期的门绳是 有些是真的蛮美的 很漂亮 嗯嗯 那 他然后他的 他的眼 眼神啊 也很多人都觉得他画得不错 嗯嗯 就是 我访谈的时候就有一些庙 庙方就说啊 他可能在别的庙看到他 画得不错啊 所以就要他来 嗯嗯嗯 就是也是口耳相传这样子 嗯嗯嗯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 因为他们家有在做生意啦 嗯 然后刚刚说他 国财多益嘛 对 他就是会 他会 除了刚刚说的剑儒才会啊 智敦才会 然后他会画茶香嘛 然后他也会画 他们也会做狗爪 哦哦 狗爪 对 然后 我以前还看过他们家后面就是 整个家族女圈在后面狗爪 是啊 他们家真的 很 很专解 对 这种生意都很愿意接回来做这样子 对 然后 他也做过那种教坛 就是那种 建教的教坛 他们也可以做 就是那种一层一层的那种 像临时大剑的那种 还有狗爪那一种吗 可能有些是狗爪的元素啦 有些就是装灯啊 什么的 他们也可以做 他也可以设计 哦 对 所以就是 在北部 可能会做这种传统的师傅不多啊 所以他们就被委托了 他们就会去 去尝试 所以他是 他很客气啊 就是说反正有 可以赚钱我就会去 去做 哦 对对对 对他来讲其实这就是生活 对是生活 可是对我们来讲这是艺术 嗯 因为我们每天都看他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这些东西不可以消失 哦 没错 就是角 那个心情角度不一样 对 对对对 好有趣 哎对然后你有提过说 因为徐老师他 嗯 嗯 就是出生的时候是刚好有很跨到日本时代 对 对 然后是不是有经历过那个 就是被禁止信宗教的那个过程 嗯对对对 他们这真的蛮重要的 就是 嗯 他们就是在快要民国的那时候嘛 嗯嗯 就是日本因为战争的关系 他们就开始禁止传统宗教 对 嘿 那就是这些师傅包括他 嗯 很多相关的产业师傅都几乎没有工作 对 所以很多 嗯我觉得可能其他地方台南是不是也是有类似 对台南也是 就是画 跑去画那个电台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有些去画了就回不来了 嗯 就继续去做 那有些是画了又把里面的人挖出来画庙 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是北部也遇到差不多的情况 是哦 然后就去转行 欸那时候北部 如果这样讲的话 北部画电影看板的市场不是有更大吗 因为很多电影产业都在台北 对啊 就是那时候会画画的人 就是叫得出名字的 嗯 就是他们可以做什么 他们就会被找去啊 嗯 去做类似的工作这样 那他 他也有去画过 嗯 对刚刚没有提到这个 然后他 但他后来又觉得 哦 然后好像又有这个市场了 就是可以 休庙是一直都会有的事情 嗯嗯嗯嗯 对那当然只是 现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材料 嗯 那那时候他就有很多机会啊 然后他就是 又回去建筑彩绘 然后就开始 大概1950年代就是他 就是开始发光发热 1950 嗯 然后就是开始 台湾经济又开始比较起飞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的 历史 他的个人史 其实我在写 我的论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写一个 台湾史的感觉 嗯 就是他横跨了日志 他应该说他的祖 祖父 曾祖父 就是清代嘛 嗯嗯 一直到现在 民国 他们整个许家都是 横跨了整个台湾史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台湾史 的脉络之下 他们家 怎么样在这个 画画的 在这个时间的洪流中 生存 嗯嗯 然后怎么样把 传统艺术 留下来 嗯 他们到现在在做这件事 这样 嗯嗯 对 我那时候 访谈他 到后面啊 我就问 我就请教了 画师 我就说 嗯 传统艺术 传统彩绘嘛 就是 渐渐的视为了 嗯嗯 就是 可能 两千年的时候 对 我们觉得 就是还是 慢慢的会 没有被 那时候觉得是不是 快要没有了 对 这种彩绘会 会不会没有了 这样子 他就说 不会啊 只要有 传统宗教存在一天 彩绘就不会消失 这样 这么有自信 他很乐观的人啊 对 他说不怕被AI取代吗 没有 哈哈哈 现在都很流行 什么AI员工智慧 那我觉得他现在就是 这句话 他听起来很有智慧啊 就是他觉得 只要传统宗教 传统信仰在 嗯嗯 就是 呃 这样的传统艺术的 需求还是会在 只是 转换什么形式 就像他人生理念一样 真的 他会变不同的阶段 他 你要说他是权材 他说这是生活 嗯嗯 为了生活所需 他要一个人养 一家子 嗯嗯 对 那 他必须想办法 嗯嗯 在这个历史脉络下 活下来 嗯 对 然后灵活 我觉得灵活是那时候 的 彩慧师傅的一个 必要的条件 这样子 嗯 而且他很有趣 他还 他也不厌不久 很少 很少 他偶尔抽一个 原来是跟人家 人家地下 他就抽一下 这样 不喝酒 都很久实在太困难了吧 哈哈哈 对啊 我们知道太多了 不能讲 可惜 可惜没有跟他 再多聊天的机会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精彩的人 是 然后 我那时候 看他80 他虽然80几岁 所以他看起来很像60多岁 哦真的吗 对啊 他精神很好 所以 嗯哼 但是他是相当高瘦 然后 对这样子 就很健康的一位长辈 没错没错 哇 对 然后到那时候他还 哇 还想要画吧 还想要画画啊 或者是去现场看他的 所以他其实也是有在画凉访 有 其实他们整间庙都会做啊 诶 那那个慈圣公 他只有门神吗 他的凉访也是他们画吧 还是不是 我看好像不太像 嗯 有可能被翻过了啦 但是这个都看资料 对 我那时候主要是研究他的门神 嗯 就只看门而已 嗯 当然都看啊 我都会拍啊 但是就是 那时候会想说 我先 因为我那时候做 呃 第一方 一方面是因为北部 彩绘师嘛 我想要去探究 一方面就是 我也想要知道门神彩绘的 一些 一些相关的资料 因为那时候相对来说 资料不像是 不像现在这么多 对 那我想要去 透过这个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华丸会的珍贵了吧 哈哈 没有 谢谢大家 还有很多人继续 继续研究 我们的 哎我看来 我看来 我看来会师傅 我觉得很开心 我看有些部落看来 沿用到你的论文耶 超厉害 没有没有 看我们这种后生晚 我们这种后生晚辈 都是被 都是被拿在地上踩 哈哈 你看我还 送你的访问 哈哈 没有 因为我要把那个宝给挖出来 没有 哎那这样你现在还有在做创作吗 如果是 你现在 就是你访问了 嗯 徐老师之后就是 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有影响到你后来 就是会觉得说 要 怎么样传承这个东西 或者是要创作 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嗯 其实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为了更了解 传统彩绘 我还去学了 大概半年到一年之间的 传统彩绘 嗯 就是在北部找 老师 嘿 找那个匠师这样子 对 那就是 学的 当然就是北部的画法啊 然后 去了解那个脉络啊 嗯 比如说那时候就一直在画那个画色啊 嗯 画是那个融化的画 嗯 就画 学画色就学了 一两个月 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学那么久啊 因为北部 好像一开始学到一些画色 一直不停地 画云朵这样子 画到头云 没有啦 哈哈哈哈 但是还 我觉得 真的就是水很深啊 我就觉得 哦还有很多这样 还有很多要学的 你就画了好久 对啊 然后后来 又去参加 那个文化部的传统艺术中心的 是 传习生的课 是 然后说学的就是 比较是中部的啦 中部的将西 嗯 那他们就是 还有教我们 练铜油灰啊 哦真的哦 对 铜油漆 然后猪油 这个 猪学 猪学的那个 打底这样子 对 就是从很原 很古早的那个方式去做 披麻桌灰啊 这样子 然后半夜去取猪学 当然是 半夜哦 对啊就是凌晨啊 为什么 他们就是猪 好恐怖哦 对就是去接猪学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等着 屠宰场吗 他们去接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教室等他们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调和这些东西这样 嗯 对啊 是很特别的经历 对 哎呀 会有腥味吗 猪学会是 会啊 有腥味真的 他尤其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腥味就会出来 刚开始不会 哦 嗯 然后但是又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那个板子就不会有臭味了 嗯 那是因为鼻子已经习惯了吧 不会 我们不会没事闻着它 哈哈哈哈 那个 那个会有一个转化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以后面还会涂上其他涂料啊 哦 之类的 嗯 所以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猪血啊 那以前的材料不像现在 化学期这么方便啊 嗯嗯 那它也算是一个黏着记之一吧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 所以听起来门神的那个创作是昏的 嗯 不是 用动物的鲜血 对对对啊 啊 所以它其实 它会不会有宗教的意义呢 因为它是猪血 这个我倒没有听说啦 哦 但是这是以前的师傅们的材料 就是这样 纯粹只是黏着的意思 我们之前不是还有上过那个课是养 养磕灰啊 其实以前就是材料相对匮乏嘛 就很天然的 对 所以他们就要去烧那个 去磕疗烧灰啊 然后去养那个灰 嗯嗯 用一段时间去养 然后再 涂敷那个 白 灰壁 那个 灰 灰壁画作的底嘛 哦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以前其实要画一个才会是 很神圣的 过程哦 对对对对 很多很多要走的程序 对 而且老师们都要去找那些材料 不像现在就是 科学 科学化学原料那么多 以前就真的要去找原料 然后可以match到 除了它的颜色之外 还有它的材质 对对 就是 现在 做修复的就是 的老师们可能就是 当然有这些背景知识啊 可以去找到这样的 但是 像之前聊过就是 养灰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啊对啊 而且养灰好像现在也不允许 因为好像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 对啊 很多地方也都不能这样烧 对啊好特别哦 嗯 对啊 诶那你啦 你要聊聊你就是 你现在就是 如果对你的影响 还有就是 嗯对 就是 然后之后呢 过了好多年之后呢 我就 嗯 来到了台南嘛 嗯 那就是我 我就跟随了潘月熊老师 嗯 来学习彩绘 对 那也是 音源机会之下 就是看到了 潘月熊老师的彩绘班的 招生课程 嗯 那我就觉得 诶 我好像应该要 嗯 再重新面对自己过去的一个 一个喜好吗 对 幸好也二十年了 然后说是使命吗 好像也是啊 就是 就是有一种 会召唤你吧 对那 对 其实我之前就很想要 再来看看潘月熊老师 因为以前做甜调的时候 也是有收到他的招呼 所以你其实 二十年前有遇过潘老师 嗯嗯嗯对啊对啊 哇哦 嗯 好请不要算我年纪 哈哈哈哈 没有啊 你那时候做的时候 也不过是高中生吧 哈哈哈哈 老师了 哈哈哈哈 十八岁 不是吗 哈哈哈哈 好 对啊 所以就是 我觉得在 现在又把那个 画笔重新 拿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 心情格外的 觉得 开心也是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 我就说啊 我要重新再去 面对自己过去的 热情 热情 然后还有就是 我要 我似乎有一些事情要做这样 对 虽然已经有很多前辈们 都已经躲在前面了啦 这样子 那 我就觉得就跟着大家一起 一起努力啊 然后就是 能够为传统艺术 再做一些事情 然后 看可以 可以为大家 就是一起努力啦 这样子 大家一起走 这样子 嗯啊 哎我就这样感觉 明明知道那个 徐老师好像也在牵引你来 继续做这件事情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嗯 就是 他那时候 给 虽然说我们只有访谈一下 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东西是很多的 是很长远的 嗯对 就是 包括他的家族也是非常支持我 就是 去做这些田调的过程 然后都很帮忙 就是会一直在帮我回想说 哦 我们好像坐过哪一间哦 然后我就 可能一个礼拜就冲去 做田调啊这样子 就是每个礼拜都在跑田调这样子 哇 所以你总共跑了 你还记得你跑的几间庙吗 然后就是地域的遍及 就除了大道成之外 哦 其实他宜兰也做蛮多的 像一些大庙 嗯 像什么宜兰五节 嗯 什么王公庙啊 嗯 或者是 呃 像苗栗啊 一些 一些大庙啊 嗯 桃株苗大庙 总共很多都是他曾经做过的 所以其实你 我们真的不能因为我们习惯 哪一种门神的样子 就觉得那是主流的美 而是说 每一位画师 他其实在画门神的时候 他就是有他的特殊性 没错 对 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啦 去 欣赏 对对对 去欣赏传统艺术 然后 嗯 然后有很多 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挖掘 然后去 嗯 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 对 然后像刚刚讲到 还有北部啊 台北市啊 就是 像金山啊 那边的大庙都是 哇 台北市 新北市那些都 金山啊 很远 很偏远 对对对对对 那边的麻祖 就要是他做 哇 好哦 好 那所以 我们又要用不同的视野来欣赏这些门神采绘 对不对 不是说不要用我们主观的意思来来理解他 他其实 每一尊门神 每一尊门神的那个采绘脉络 其实都是有他的典故存在 对啊 嗯 而且我觉得做这个门神一旧 我可以 我是觉得就是很像在 我们可以重 刚刚你有问到我说 为什么我没有做梁房 对不对 因为我那时候也觉得 做门神 他可以纵观那个 僵尸的整体能力 嗯嗯 对 如果他的 对而且因为画门神 是最厉害的那个画师 对 对 就是我们就可以从那个门神里面去找 这个师父的功力啊 还有他的历练啊 他擅长什么 嗯嗯 他对于门神的看法 他对于 怎么样去构成他的一些 一些掌握 嗯 就可以从里面知道 还有他的个性啊 哦 就看那个门神 他 有没有画得很华丽 还是画得很朴素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画师 向游新生 都有他的个性这样子 向游新生 然后每一个画师的专长 跟 跟他的所好 喜好 对啊 对啊 所以 嗯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 我们 我们就是 希望从这种 类似像 传统的 的元素啊 我们 就是把他 把这些小 小传统吧 就是我们看到大传统 小传统就是 把他这样子 抓回来 然后也许我们就可以 继续 把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 嗯 还有一些 大家把他传承下 变成共同的记忆这样 嗯 好哦 那我们今天 谢谢华纳会 华纳会 华纳会 对 华纳会 介绍 就是介绍 这么一位 就是男人可贵的 就是画师 给我们认识 这样子 然后 我们在这边也预祝 有一天 可以欣赏到 华纳会的 就是 嗯 那个叫什么 华纳会的 个人特展吗 哈哈 彩绘展 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谢谢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拜拜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 你们还喜欢吗 如果你有想要知道 却迟迟不知道 从哪边了解起的 文化或跨文化相关主题 都非常欢迎您传简讯 或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邀请 从事相关工作的老师们 来节目和我们分享 他们精彩的故事 以及理想 我是古林金 再次感谢您 聆听我们的节目 并且感谢这次的 节目后制张永桥 行政执行陈温如 两位坚强的后盾 让节目得以顺利进行 同时也非常感谢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 对于本节目的 肯定与赞助 我们的节目 将以一个月 一个主题的方式 邀请从事传统艺术 文化相关的朋友 来和我们聊聊 工作中一些 有趣的事情 也请正在 聆听节目的你 不利息 按赞 订阅 分享 那我们下礼拜 频道上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